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这个 大事小评节目呢 我们关注中国的一个 年轻的画家,他的名字叫乌合麒麟 他创造了一幅画,那么有的叫粉刺漫画 标题呢 叫做和平之思 那么信息上解释的是根据澳洲特种部队割破两名被子同情恐怖组织塔利班的 14岁男子喉咙的信息创作的 那么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呢 是这个画家,画了这幅画 这个画呢 从画上看 你看这个 还童抱着一个小绵羊 表情看似很丰富 然后呢 图片上也打了一个 别怕,我们来这里是带来和平的字句 就这么一个画 这个画呢 作为一个单独创作来说呢 应该在中国 受到一些 喜欢这位画家的 一些观众的关注 但是现在这次呢 关注和喜欢他的这个画的这个对象变了 他是谁呢 是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赵立坚 他在 谴责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府 在这个 军人 涉及到这个犯罪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把这幅画 放在了他的推特上 放在这个推特上之后呢 就导致了一个外交事件的一个出现 那么那个澳洲政府呢 这次出场的是谁呢 是澳洲的总理 他称了中国政府应当为此感到羞辱 为什么说中国政府应该感到羞辱呢 因为赵立坚 他的这个推特认证呢 是中国政府的官方的账号 那么 这个他说这个 这个画呢 这个画呢 是不是 是一个不真实的一个虚假的照片 要求北京道歉 然后呢 澳洲总理在记者会上还说要把这个图片给删掉 说此举 完全令人发自 也不然用任何理由来辩解 中国政府应该为这个贴文感到羞愧 那么澳大利亚的外长呢 佩恩也出来说话了 他说是自己在议会认知期间 所目组的最过分的虚假信息的例子 然后他表示他已经致电 澳大利亚 驻中国驻澳大使 并 就此推文寻求大使的道歉 并向 这个大使呢 在北京大使呢 向北京传达这些信息 等于这样 赵立坚这个动作呢 转了这么一个年轻的 小画家的这幅画呢 亮成了中国和澳大利亚 近些年来 这个最大的这个外交事件 此前呢 这个中国和澳洲关系啊 磕磕碰碰 打打这个 打一打爱一爱 就这种关系 但是呢 没发生到如今这样一个地步 因此呢 应该是这幅画 特别是赵立坚 在推特上把这个画 作为他的这个 附录 附上出一个画 导致了这么一场史不前列的这个外交危机 那么 我刚才看的这个 推上一些资料 就是这个乌合麒麟 这个小画家呢 他正好下飞机 他就 有一段话 有一段话 他就讲了 这个 我已经 看到了关于这个 这个事情的一个 我已经看到了这个事情的一些报道 他说呢 他原话是这样 奉劝澳洲政府面对现实 把精力都放在本国事务上 好好管理自己驻外军队 以免发生类似国际惨剧 少把精力放在这个去谴责别国的一个普普通通话手 基于事实的创造上去施压压力 这是他最新的一个表态 那么 我为什么要 在这个讲这个东西呢 在某个意义上 他有一个这个 非常明显的这个中共啊这个宣传上的一个 动态 就是说 原来北京在 跟世界上这个对峙的时候呢 往往是以他这个傲人的这个经济成就去跟世界上去去叫板 好像我们现在 这个经济上 这个 比原来富裕 那么我们可以去全世界各个人去捅施去撒钱 他给人是这样一种意义 慢慢的官方的宣传的他突出了意识形态 他开始讲就是制度啊 文化的这种自信 那么是这样 就是说跟西方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正面冲撞 那么这个时期呢 不管是他宣传自己的经济成就要好 还是宣传意识形态的对质好 他都是官家自己在那儿 给自己烘托一种气氛 来做这种宣传 但是呢 很少见官家 就是说 把一位 这个 在民间 或者叫做这个非官方的这么一个画家的一个东西呢 带入到这个 北京跟西方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冲突之中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崭新的一个动向 那么我今天我跟那个和平先生的节目我就谈到就是说 我说这个是专制主义和中国的民间 爱国主义的 一个汇流 那么为什么说是个民间爱国主义呢 你会发现就是你去查这个乌合麒麟的这个这个画呢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我看他把他定位一个叫实证画家 很厉害呀 在中国你要搞实证画家的话 你不是进监狱 你就是被驱逐出去 很难有人得到官方的这种做上课的这种待遇 我们在海外有好几个 这个 变态辣椒 这个还有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 我都忘了 变态辣椒因为我采访过他吧 我知道 他就做实证漫画的 因为当局不倫 最后流亡 到日本 然后再到美国 另外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叫 陈涛 也是在美国 因为作为实证画家 就是说 你真正的在中国 你要做一个批判性的这个 实证性的画家 你是没有市场的 但这样一个 现在这个 小青年这个画家呢 他把自己定为一个实证画家 那么媒体报的把他作为一个实证画家 他大量的关注是什么呢 批评 别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 实证 这个东西是他重合的一个 生存之道 也是他的盈利模式 他自己在那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通过画实证模式 我现在已经 能够自己在 生活上独立能站得住了 也就是说他通过这样一种定位呢 他作为一个实证画家的这个 经济来源 得到了保证 并且获得了自己的身为生育 那么他画一些 这个 香港的 对香港的这个 一些漫画 他里头 有这么一个 叫谁让你们站在组国发展的道路上 谈壁打车 他有这样一些 这么这些东西 然后呢他画这个弗洛伊德案件 弗洛伊德事件 他画一些漫画 嗯 画一些白宫的这个事件 因此他大量的这个漫画呢 都是跟批评 西方国家有关系的 那么等于是 我们曾经说笑话 你敢不敢批评政府 当然敢 他可以说 一个莫斯科人他说他站在莫斯科的红场 大骂白宫 他是这么一个批评外国政府 他不是站在这个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去批评政府 他是一个 类似这样一种差异 所以说他的这个这个画的空间呢 慢慢的就扩大了 一直到他最后 我们这个媒体开始关注他的时候呢 发现他 他的画居然被赵立坚先生给看中了 那么 我呢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家 我就发现他在这个 接受了一个 辛金炮的独家 独家专访 他自己讲啊 他说今年疫情中国的成功表现 成为舆论环境的一个拐点 那么先前无论是 参衰中国抗域的国内媒体 还是西方喉舌 都短时间以内接近被刺激打脸 这无疑增加了国人的自信 那正是这么一个事件呢 让他人家说他的话风大变 然后他接着说 我将撕咬出一些空间 让更多爱国青年 无惧表达 无惧表达 我将 尽我所能帮助他们撕咬一些空间 让更多的青年呢 无惧光明正大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是他在接受这个 观察网 这个独家采访的时候呢 发表的观点 很显然就是他是一个 一个爱国画家 现今中国的一个爱国画家 那么在赵立坚先生 关注他之前呢 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定位一个对外国的时政 站在中国的角度进行批评的这么一个外国画家 这样的一个批评角度 让他赢得了 这个很多的这个 粉丝 赢得粉丝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莫里森的和 他那个画之间发生某种关系之后呢 他出来表态了 我们看到他最近的一个表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表态呢 在现在这个国际背景之下 中国政府不会买账 尽管是澳洲政府 发出了迄今为止 最强有力的这个 批评 但是中国政府 仍然以非常坚硬的态度在那怼他 另外他还要求 这个推特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那么看见推特这个 仍然把这个赵立坚的 这么一个东西呢 赵立坚的他那个推特上把这幅画在自己放了 所以说你看不出就是说 在澳洲政府 跟中国这种强烈的看义之后呢 中国政府愿意做任何妥协和退让 反而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 这边的冲撞 那么这种冲撞呢 还把一个平时的在国际 这个政治和 新闻话语中的并不是一个这么著名的一个 小小的年轻画家呢 带入进来了 那么我这么看这个小画家的这个事情呢 严格来说呢 他可以说他是创作的自由 但是呢 这种创作自由 在一个 特定的背景之下才能成立 在现今的中国我不认为你有创作自由 你真正来想创作自由的话 应该是变态辣椒 陈涛 和 你这个 这个画家 小画家一起 你可以在中国并存 这才叫创作自由的一个环境 而今天中国不存在这样一个创作自由的环境 在某个意义上呢 你的这种 第一你的这种 这个创作自由 是在中国的领土上 批评西方的 创作自由 这是第1个 那么第2呢 你 并不敢去 用你的这种 批评澳大利亚的这种爱 去爱中国的另外一些人 例如说新疆的这些人 你不敢去爱那些人 当然我这种 要求有些过分 要求你博外有一些过分 但是你 不能够说我这种东西 就是一种 表达自由 或者叫创作自由 我不认为你是一种创作自由 第2 在中国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要创作一种 所谓的自由的作品的话呢 没有官方的认可的话 如果官方要审查你的话呢 你根本通不过 所以说呢 你最终的结果 你就变成了一种被 专制主义 这个驾驭的 或者被专制主义 利用的爱国主义 这是你的必然结局 如果你那天你要去 批评这个制度的话呢 你的话 马上你就是 在中国 你面临的这个 类似于 爱卫味 变成辣椒 成桃这样的下场 这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很清楚的看到 澳大利亚在这个问题上呢 你这幅画 体现的并不完整 你 这幅画的反映的是 就是说 这个 基于一个新闻事实 你做的一个创作 但是更多的新闻事实在什么地方呢 当澳大利亚的军队的发生这样一个惨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 他的这个国家内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是什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那么 被新闻报道出来指控这样一种罪行的呢 是澳大利亚的军人的特种空 空情团 和突击队的金锐人员 那么现在这个 澳大利亚官方的对这个事件的报道 调查 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 我听到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 坎贝尔少将说 这种可耻的记录 曝甘若晨据称的实力 集中新的行动队员 逼枪击一名囚犯来获得该名私兵的手 手杀 以一种被称为见血的令人震惊的一个行径 澳大利亚官方已经开始调查这样一个事情 而且案件已经转给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联邦的检察长 所以澳大利亚本身 他自己没有回避这个事实 他在调查这样一个事件 如果你真正的批评澳大利亚 如果你希望 你更多的去爱这些人 我希望你的话把这些事情 展示一个全貌 告诉中国的这个观众 有那些士兵 在那个 残酷的 发生的这种 这个涉嫌犯罪的一个行为 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遮仇 去掩盖这些事情 这才是事情的一个全貌 而且呢 澳大利亚的事情 澳大利亚的事情 和新疆发生的事情 都是值得关注的 都是值得关注 我希望这个小画家呢 适当的时候也关注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什么是要真正的创作自由 好了 这是我今天这个 大小评 要给大家 点评的节目 这是当下的一个热点 希望大家听到大家的 反馈 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 感谢我们导播制作 谢谢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